嗨,大家好,我是朱老板 上期奥运村的视频下面有朋友留言啊 说能不能咱们下边的路线走一走 就从茅奇桥到这个内务府 再到国王广场 还有这个克罗奥剧院 这个到国会大厦 这个就是当年这个苏军的第三突击军团啊 然后去国会大厦上面插红旗走的这个路线 便说我朋友还在下面补充到啊 说这个路线通常走的话只需要十分钟 但是当年苏军是走了三天啊 因为当时他们遭到了德军的王强的抵抗嘛 并且这一块 它是在这个柏林的防空塔的射程范围之内的 就是也遭到了防空塔的猛烈的狙击 这些防空塔我也去拍过 那个有兴趣的可以点下这个链接 看一下之前拍过柏林防空塔的视频啊 那么我现在后边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茅奇桥了 我们今天就来重走下这个路线 那么这块地方为什么那么难打呢 是因为当时柏林他真的是倾尽全力在抵抗了 当时是把能拉上战场的都拉上战场了 包括由那些青少年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 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弱病残组成的人民冲锋队 就他们是在这个城内进行抵抗 然后城外的话是有国防军的一些残兵嘛 那么柏林城的军民进行苏死抵抗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从东线其实之前就跑回来很多难民嘛 他们就跟柏林的市民说 说被苏军占领的地方 他们真的是会进行疯狂的报复的 因为在前期的时候苏军确实被德军虐得很惨嘛 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 平均每个苏军他的存活期只有24小时啊 那么等到他们反败为胜 真的有机会报仇血恨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非常放肆了 结果确实是他们攻进柏林之后 也是确实进行了很多暴行啊 单单的德国妇女 他们就强暴了10万名以上 那么当时在柏林市里面批词抵抗的市民和国防军 他们其实是有一线希望 就是他们希望抵抗的越久 那么西线的盟军他就有希望来攻进柏林嘛 然后他们希望就向西线盟军投降 因为这样的战后的待遇 作为俘虏待遇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当时甚至还有一批国防军 他们是试图向西线突围的 因为当时整个柏林都是被苏军给包围了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啊 就柏林的命运其实早早就被西线的盟军和斯大林 他们安排的妥妥了 他们已经早就决定了 就是把柏林就交给苏联去解放 其实丘杰他其实一直是强硬派嘛 他是主张让西线盟军也攻入柏林的 因为他觉得这种历史性的战役啊 就是一定要由西线盟军露面 那么战后在划分这个战果的时候 那么才有话语权嘛 但是呢就是他的一位重要盟友 罗斯福在战争最后的时刻 不是突然就逝世了吗 后来这个西线盟军最高的指挥权 就是交给这个奥森豪威尔了 那么奥森豪威尔他就考虑到 当时美军还在跟日本作战啊 太平洋战役还没结束 但是假如攻占柏林的话 他至少要牺牲10万人以上的这个美国大兵的人命 所以说他就想保存实力 那么在事后的话 其实丘吉尔回忆的时候 他其实挺后悔这件事情的 因为他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嘛 所以说才导致这个苏联 他通过柏林战役之后 大大的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往西欧这边来深入了 因为柏林战役 他就奠定了整个战后冷战的格局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这茅琪桥上去看一下 茅琪桥上我们看到 还有很多以前的雕塑留下来啊 这里有个石寿 感觉一半边被炸没掉了 这茅琪桥上来之后 我们能看到这个桥头也是这种石寿 然后桥的对岸 今天是这个总理府啊 当年的话应该是内务府 但是当年内务府 其实也是二战的时候 被轰的毁坏的差不多了 后来拆掉之后重建了这个总理府 我们沿着这个桥走过去啊 这个桥的中间就有这个桥的名字啊 上面应该是茅琪桥的意思 看这里就是德国的总理府了 就是德国的最高行政机关 舒老师他们就在里面办公 这个总理府的前面啊 后边还摆了个大圣诞树 因为刚刚过圣诞节嘛 前面这个铜像 我感觉应该是反战的一个铜像啊 看舒老师有没有在里面办公啊 现在感觉里面没什么人 因为是周末嘛 在这个总理府的旁边啊 我们看前面这块空地 上面有很多这些石块啊 这些其实这块区域 就是当年的克罗尔格局院啊 也是被战争移为平地了 哎呀今天天气也挺冷的 地上都是霜 看这里有个纪念碑啊 1933 1938 1945 就是纳粹的当权的关键的时刻嘛 然后这一片就是原先的歌剧院 现在都已经毁灭了 我们只能看到这里塑了两块牌子 介绍了这个克罗尔格局院的遗址了 好我们现在就向国会大厦行进啊 我们会路过当年的国王广场 今天呢叫共和广场 在这国王广场的附近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座苏尔战争胜利的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也挺独特的 它门口竟然摆了两两苏联的坦克 好德国的国会大厦就近在咫尺了 前面这块大空地 应该就是当年的国王广场了 我们眼前这就国会大厦了 当年苏军插旗就插在这上面 我们再往前走看看 我怎么看到德奥的旗帅在这下边 我们去一探究竟啊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敏感的 因为就是德国最高权力集团的所在地 你看现在 所以说德国的极右问题一直的 其实是挺严重的 现在是一直被打压的状态下的 真的挺怕这个爆发出来了 后边就是总理府 咱们现在周围因为有警察在保护啊 所以说可以拍 但是大家假如说在其他地方碰到这种 灰德二旗的还是小心一点啊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有这种极右的背景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喜欢 灰这德二的旗帜啊 因为在德国有项运动叫帝国公民运动 也是被宪法保卫局给紧盯的 就他们认为他们还活在德一字第二帝国啊 他们是不承认联邦德国的 他们会得二的旗帜还有个原因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德国得三旗帜是不能灰的 你一灰的话就要进去做监狱了 所以说他们有些人其实就是新拉粹啊 但他们这个就用这个德二的旗帜来代替德三的旗帜 这个也挺想不到的 今天我们想来拍这个国会插红旗的 没想到国会前面插了这个德二的旗啊 这个也是新时代的占领德国国会了 我们说他一般 Klim antes就可以了 我们说是梦克善越长的旗帜 他冬暒ря张走的了 阿玟击几岛 在雁克�た来摒红旗 谢谢大家